电视剧《最玲珑镇》正在热播中 想要杀死园林掌控玄甲军的劳务员 吸死了 依图皇位的九皇子不过是个处处受限的情众 神秘的十二皇子园梨 原来是九传玲珑镇中的玲珑史 主角的母亲莲妃 原是秦巫族长老 现暗巫大长老定水 小说中这是个短命的女人 电视剧中连飞身份已经暴露 想来很快将不久于人世 否则主角怎么当皇帝 在《最玲珑第一时空》中 原战是最大的反派 利用清晨收集十二朵奇花 解除圣舞女封印 安排皇帝圆安撞向园林的剑 自此园林被上师父杀军罪名 原战是第一时空最大的腐黑反派 所以在第二时空 清晨想方设法进入原战府 对其处处提防 想要阻止他伤害园林 但清晨在原战身边待了许久 却不曾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反而觉得原战真是一个谦谦君子 清晨一度怀疑是玲珑镇 转换了原战的心性 玲珑镇确实改变了许多 第一时空中与原战勾结的暗巫都被改变了 深深变出个暗巫大长老 还是主角的妈连飞 与暗巫勾结的皇子也变成了九皇子 原本跟着原战的武聘廷转而成了老九的人 目前来看 原战看起来并不像是反派 他有夺皇位的野心 但他似乎有精神洁癖 希望能光明正大的凭本事得到皇位 对于一些机名狗盗的手段 很是看不过眼 那么只剩下凤衍了 凤衍是名副其实的大反派 这早已有端倪 但是他的野心究竟有多大 他能不能活到电视剧结局 这都还说不定 小说中奋衍的野心 并不是士族爵位 而是整个天下 他妄图通过掌控清晨来得到天下 最终算计被清晨倾覆